就发达成心 真诚心待人 亲近心 平等心 正确心 自受 对自己 对别人呢 慈悲心 爱心 对待人要慈悲 要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在阴地 行菩萨道 学佛的时候 被格力王 给及身体 那是 无比的侮辱 非常残酷 格力王把他处死 格力王 格力是印度王 翻成中国是暴虞 格力王 就是我们中国人 讲暴君 被他杀了 菩萨 与丝毫 愿恨 都没有 而且 还告诉格力王 我将来 成佛 第一个来注意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灵痴 除死 这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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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境 你都能受得了 今天别人 回报你几句 羞辱你几句 你就受不了了 你还能修佛吗 这不行啊 要能忍 能忍 忍当中 有快乐 没有不能忍 所以这个 忍耐 反作忍辱 这是当年翻译的法诗 特别用这个名词 因为中国人 把如看得很重 你看古书常讲的 死可杀 不可如 这个 这个 忍如可不能接受 杀 杀头 没关系 忍如不能接受 中国人有这个毛病 所以就翻到这个忍耐 就翻叫忍如 那如都能忍 还就 就没有不一样不能忍了 这个忍如是 完全是用中国 对中国人来讲的 用的这个名词 它本来是忍耐 因为中国人把如看得重 所以就翻成忍如 学书 要放下 放下是不识 真正放得下 真正能忍 你就不难成就了 放不下 放不下是名利 这两样东西放不下 别人对你的伤害 对你的毁谤 你不能忍 你怎么会成就 那你在菩提道上 原地他不 一丝毫都不能向上提神 错了 修行 修正错误的行为 不能忍辱是错误的行为 不能放下 是错误的行为 我拥有点 不可 我拥有点 我拥有点